这是秘苏里的乡下 我们正准备前往Current River 这是一条比较漂亮的河流 这个河好像是 我不知道上不上Ozark区域 我也不记得 因为那条河的沿岸是叫Ozark River National Scenic Trail 就是国家级风景优美的那种徒步路线 从圣路易斯开到那边需要差不多三个小时 沿岸有各种营地 包括原始的营地和设施比较齐全的营地都有 它的主要看点就是一个是钓鱼划船然后浆板提滑艇这些 另外一个就是大大小小的富含矿物质的 理论说应该叫湖但它的英文叫Spring就是叫泉 所以我也不太懂它是泉还是湖 但那个湖的颜色如果阳光好了还是怎么定 还是说它就算阳光不好它也是那种蓝色绿松石的颜色 因为是河流所以沿岸还有很多水墨坊 应该是以前摩古雾的吧大概是 然后现在已经是9月的没有今天是8月30年 今天是8月30年马上就到9月了 所以已经有一点秋天的颜色在两旁 说实话城市里面没那么明显 但是一旦植被密集了之后 就感觉到树都开始变有黄色和红色 最近的油价很便宜达到了二字头 是住在乡下地区唯一的好处 本来我们的计划是去落基山国家公园 但是由于机票和体力的原因没有成型 就改成露营了 我们装满了整个后备箱的露营装备 还有很多鲨鱼 我们带了帐篷床垫被子 还有换洗的衣服 还有很多吃的 吃的有放冰袋里的 也有常温的 打算今晚煮面吃 一般露营的标配就是泡片 今天的天气有一点点雷暴雨的感觉 因为前段时间特别特别热 应该会有冷空气过来对吧 反正就是在热和不热之间反复横跳 最热可以达到三十几度 三十五六度吧 有一天还三十七度 现在天气就很闷热 要下暴雨的样子 但我们还是出发了 反正主打一个松弛 随便吧 这是我们的茶水杯 这么大 应该够喝一天了 乡间历青小路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段路的路况是好的 超斜 路边有很多黄色的野花 这个不抬一下头都看不见前面的路 黄色的野花 挺漂亮的这条小路 但是也没有那么好 有很大的坡 后面的辆车是不是想开得比我们快 它一直逼得好近 但是这已经很快了呀 这种路 是不是很弯呢 开太快的搬去 对啊 它这样跟着好不礼貌啊 我刚刚刚看了 它有很多牛 黃花 香煎小屋 还有水塘 这里可能有蚊子 这里可能有蚊子 我们没带防蚊的耶 没有啊 草舵 我最喜欢的草舵 太可爱了 好多啊 好多啊 好远处的山有一片黄了 哎 这里有山 最高就这样了 挺不错的 好多啊 Johnson Shut-in State Park 密宿里很有人气的一个州立公园 它的著名的地方在于有一个瀑布 然后大家可以在瀑布以及底下的大水池里面玩水 前面就是campground 左手边 哦 全都预定完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考虑这里 哎呀 根本路不到 这里有很多徒步的路线 好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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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们会来这儿吗 会啊 明天我们就来鱼探究竟 明天我们还 明天我们要去Johnson Shut-in and Elephant Rocks 嗯 我们现在到了Mark Twain National Forest 没了 Trump Lake 这里有一个人把自己的湖叫Trump Lake 路牌上有吗 不是 就这个湖 嗯 还可以 挺漂亮 嗯 所以马克图恩当年就住在这里吧 可能 所以有一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森林 就是说国家公园审批的手续很多 所以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就申请自己叫国家森林 国家森林好像只要州政府同意就能够就能够命名了 另外就是一旦有了这些行政的 title 我感觉他们的路牌就是统一的 就不管我们在西雅图还是在艺术里 就国家森林就是有那个 类似国家公园那样 对有一个字体 然后就会有很多trail的标志可以在里面走 我们下游泳标志可以在里面走 我们下游泳标志可以在里面走 我们下游泳标志很明顯 这是指森林的区域的地方 它游泳标志没在横路上 没看到了 我远道奥标志的地方 这里都是川普的粉丝 这有firewood 20 他卖20 那应该是比较大可能 一般有一些保护地区的森林只能烧他们当地提供的木头 这是个小摊子 他们摆摊 来卖一些小东西 森林 Fedex Fedex 还有14米 14是14米的意思吗 应该是 天气变好一点 Synica Rivers Motel 这里油价还贵一点呢 全是这些越野车队 因为你看它本来车就不大上面还载着一个小摩托 四轮摩托 BQ&Catfish Veteran 全是越野车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里面的路有那么烂吗 疑惑住了 Lotery Cold beer Liquor Tobacco 全是这些越野车 纯娱乐的项目 我们到了这个Powder Mill Campground 打算去走Blue Spring Trail 它的蓝色是不是就是那里啊 那里有一点蓝色绿色的感觉 不太像 我觉得就是 这旁边有一条河 这就是Current River 嗯 这是Current River 叫Current Creek还是Current River Current River OK 有人在里面游泳钓鱼 我们准备去走去了 我们准备去走去了 我觉得Blue Spring就是那个 绿色 那我们先走走看 去到那边看看 去不到 这是一个脱挂的 能穿脱挂房车吗 然后是折叠的 你可以看到 它那个中间的地方都是软的 可以伸出来 而且是 收起来之后 把最上面那个顶 一盖下来 这高度就只有现在的一半 应该就直到腿这么高 到大腿 对 这是一个比较 compact的设计 旁边还带了有 kayak 可以划船用 这就是刚刚那个水泥路过来的水流 有点难过去哦 是啊 它水很深 是啊 哦你看前面有人在划船 嗯 那就是Blue Wolf Spring 很难 绿绿的 但是我记得图上是一个水池 所以可能还是回去走 不是Swing Trail才能看 嗯 感觉我们穿的太多了 有点怪 嗯 我们是backpacker 哈哈 能不能开起立场 没有耶 你要开吗 不开了 不开了 经典地貌 就像我们在那个Don Robinson也看到的 Don Robinson是哪里的 就是Magic Mushroom Trail 哦 哦 对对对 现在是那种Case的地貌 嗯 嗯 那边说的也很多Case 一条上一条下 哎 上的真的能再细续上吗 不能吧 可以耶 我感觉像是有一种 哦 可能就是为了走进那个 洞窟里面 看起来有点危险 对 你可以在门口看看 你跟你想 来了来了 有点滑 很黑的一个Cave 打手机的手电都照不亮不了 下来 不怕的话 嗯 我们开到了Ronald Spring Trail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远处有一个圆形的湖 因为湖水是绿色的 比较好看 但我们到那之前呢 已经在这里看到了一个 类似的 好清澈 嗯 它这个比较容易找到 不像那个Blue Spring 因为我们看了半天不知道在哪 对 这个就在停车的边上 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你看那水草 嗯 然后还有一团一团的 绿绿的那种水草 后面就是Ronald Spring 一个很大很大的 其实也不算特别圆 的一个 湖 水 水特别清 能看到底下的石头 这个桥就是地图上说的 Round Spring Natural Historical Natural Bridge 一个拱桥 一个拱桥 具体是什么历史 它也没有一个提示 对啊 然后还能看到那条线 然后还能看到那条线 对啊 突然开进了Thunder Stone的地方 也就像坡下来的一样 远处还是晴天呢 这个地方真是太多虫子了 我感觉镜头前面一直有 各种各样的虫子在前面飞来飞去 我们到了Alice Spring Mill Hou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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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磨坊 这个磨坊的颜色刷得非常的红 所以又变成了一个大家过来打卡拍照的地方 这个磨坊是用水粒的吗 是啊 所以它是建在河边用这个水 其实这一片River伟大的地方 就是它的水流量很足 很漂亮啊 就在这里咧 好漂亮哦 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 嗯 这河流 走吧 水很清啊 可以走上去的 走到对面拍这个才是标准风景照 我用手机先拍一张 好绿啊 好清澈啊 感觉这个水都是甜的 是啊 我可能讲的有点大声了 没有啊 没有爆红线 这水好极哦 这水好极哦 真好看 就是床子有点多 坐着令人发紫 嗯 嗯 墙里面可以过去看 对啊我们走过去看 应该就是一条环线这样走过去 真的 嗯 哎也好啊 那我们就走那边过去吧 嗯 最后出来就可以去逛一下那个墨房里面 它这里的那个水草好绿啊 是吧 这里的水也是这种蓝绿的 对啊 就不是那种很恶心的水草 它不是那种不平 不是那种滑腻腻的 对没有那种粘液的感觉 好漂亮哦 就这里面拍出来更绿 这是那个Salt Dog River的平替 你看我用常曝光 然后把那个水面 波纹给削掉了 嗯 就能看到底下的东西 嗯 呃 中文字幕——YK 这一滩那个湖水比刚刚的Round Spring还要大 大得多的多的多 是啊 我现在又觉得Round Spring没有必要去 是吧 好像是因为开太久了 对啊 多开了一个小时的车 但是Round Spring是给你一个对这个地区的信心 就是这里是有好风景的 然后你才能够接着去探索 要不然你就会觉得这里好无聊 什么也没有 现在知道什么叫Hidden Gem了吗 嗯 好漂亮 就是我现在感觉哈 就是你可以根据营地的设置来判断 这个风景到底好不好 就如果它是一个设备齐全的营地 那意味着它的风景会很不错 如果它只是一些back country 那种汉侧营地就可能会比较一般 那种汉侧营地就可能会比较一般 太阳还是太强了 太阳还是太强了 那你说这些皮带底下通往的地方应该就是那个水轮机 水撞击它 然后通过这个带动这个皮带 然后带动这些机器去运转 这是不能打开的 不能打开 很有趣 有一个大狗 有一个大狗 看这水流多强劲 听说每天的流量是到1Gallot 81MG 这里有个lookout point 我们沿着那个末坊后面的trail 走上来的这个lookout point 好漂亮啊 太阳光正好 底下能看到那个spring 还有红色的房子的末坊 如果秋天的话这里就是红黄绿 然后有这些自然景 怎么办还想再来的 我们可以取消大烟山再来一次 取消了我觉得已经 取消大烟山 背后还有一块公告牌 介绍了这个末坊的历史 末坊是20世纪初就创立的 给我打雷的声音 OK下山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